口才本身是口才这件事里面最肤浅的部分 你看到的口若旋和侃侃而谈 旁征博引唾沫横飞 这些都是表象而已 一个人的厚度来自于他的阅历和思考 一个人的说服力来自于他的真诚和热情 当你折服于一个人的口才的时候 你要清醒地认识到 让你折服的是他的内涵 表达能力只是他的内涵的桌面快捷方式 我非常理解很多小伙伴对于拥有好口才这件事的渴望 甚至还有人说我口才好 那你真的是错怪我了 如果你非要夸我的话 那我应该是好文才而不是好口才 是的,我的视频只是在读稿 我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口才的人 我语速慢,反应慢,语调平淡 吐字有时候也不是很轻 你们对于好口才的那些烈火朋友的联想 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从小就不会骂人 被人骂了,憋得脸红脖子粗也想不出对策 我为此还自卑了好多年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成为一个合格的表达者 因为我能真诚地,有条理地 把我想表达的事情说清楚 我想这就够了 真心建议希望提高自己表达能力的小伙伴 除非你立志要去当这些行业的讲师 否则你不需要那么像口才的口才 在大专辩论赛上那些缺乏生活的大学生顶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用夸张的手势表述着和他们年龄不符的人生感悟 这些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还有一些演讲培训机构摸准了人们对于各个社交场合的恐惧心理 教你住酒的时候怎么说 竞选的时候怎么说 面试的时候怎么说 我就想问问学过这些的 当你面试的时候你用上了这些演讲套路吗 你的面试官给你机会吗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在看你表演 人生是长达几十年的纪录片 而不是聚光灯下的舞台剧 不要试图通过一两次的高光表现 演出一个不是你的人设 人们在表达上的最大的问题 根本不在于演讲技巧 肢体语言 连贯性 普通话 这些技巧层面 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贫乏 阅历的苍白 和逻辑的混乱 而这些东西都不是短期能够训练出来的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人生本身 不要幻想成为马云 他的首富并不是因为他学会了好口才 就像你学会了单手开法拉利 也成不了富二代 对于所谓的口才 我们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把话说明白 其实你已经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 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表达方式 是的 你的不太飘损的普通发也是你的特色 我们都是人 如果你有真诚的眼神 有接地气的表达 有不装逼的情怀 甚至腼腆的傻笑 我们都能够接受 能够喜欢 那么你为什么不会表达呢 因为你不敢表达 为什么不敢表达 因为你不自信 你自残行贿 不接纳自己的人生 然后总是希望 学会一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演讲技巧 把自己包装出来 这就跟想用豪车和名贵包包 把自己包装起来的 包发后的心理是一样的 因为对自己的内涵没有信心 所以想拿金箔纸包着这泡狗屎来招摇撞骗 没用的 去读书吧 去思考吧 去经历吧 去用心的生活 用心的感受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当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 我们就爱听你讲故事 导音